就多增加了這個的補充 特別注意這個部分在制定函數裡面是沒辦法做出來的 只能用按鈕來完成 所以將來如果說你要一鍵完成一些格式設定 比如說包含就是你報表列印出去之前的格式的話 這個可能只有用那個按鈕才能把它做出來 OK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如何插入這個函數的時候有一個制定的效果 那他兩種一個是他剛剛第一個優標放這裡 插入函數的時候使用者定義成績函數 那他會跟我要一個什麼平均函數 我給他一個平均成績 他會給我合格不合格 第1種 第2種的話就是 我不是要合格不合格 而是要最後的ABCD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插入函數會有第2個叫做成績函數多重 那一樣給一個成績 按個確定 他 回來的會是一個那個 就是ABCD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自己訂出來的 不是 去撰寫的 相對起來 你會發現公式是簡單多了 只要 電腦裡面有這個函數 我想大家都會用 而且 如果讓你選的話 我想你這個 第1種方式 可能要動動腦筋 那第2種其實就不用太動腦筋 反正你就有這個函數 不過前提是要有這個函數 有這個函數的話就簡單 那如何產生呢 第一個 一樣切到我們的那個Visual Basic裡面 那第2個的話 我們一樣在這個裡面插入一個 因為那個部分是Function 所以特別注意我在這邊插入一個Function 插入Function的方法前面有講過 第一個是這個地方一定要選那個 Function 一定是 制定函數的話呢 就特別注意一定要選這個 第二個不能用Sub 如果用Sub的話 對應到的就是按鈕 那Function裡面的話按確定 名稱的話 我們就打上成績函數 這個名稱是自己定出來的 所以你要取得名稱自己能夠辨識 就可以了 那再來的話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幫我產生 中間的部分 這個也沒產生 所以你必須 它只有產生這樣子 一個Function EndFunction 名稱叫什麼 那如果說你要跟使用者要什麼資料的話 比如說跟他要一個 平均成績 他有點互動式的 那你在這個地方就輸入平均成績 它就跳出一個視窗 請你給我一個平均成績 那使用者 就會給你一個平均成績 那你存在哪裡 存在這裡面 OK 他就幫你存在這裡 那存在這裡之後呢 接下來你要做一個什麼 邏輯判斷 所以邏輯判斷的話呢 我們就是在這個Function裡面 在做什麼 if 就是這個敘述 這個敘述剛剛已經 有做過了 所以我就直接 直接 把它 直接就把它貼上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 if什麼呢 邏輯特別注意因為我使用者給你一個成績 放在平均成績 所以呢你直接拿這個成績怎麼樣來做判斷就可以 如果他的平均成績大於等於60的話 Zen 輸出什麼呢 合格 反之不合格 給誰 給 這個什麼 成績函數字 OK給他 給他 就看 反正他哪一個就哪一個 那這個時候你當然 優標放在哪裡 他就會自動幫你怎麼樣 把這個 成績函數 收到的資料呢 再幫你怎麼樣 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OK所以有一個 輸入跟輸出的這個動作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 成績函數就完成了 當然多重 其實跟剛剛的那個做法也差不多 我們直接把這個 Function 複製 貼上 貼在這邊 改改改的地方 其實跟剛剛邏輯 是一樣 所以我們比較快的帶一下 第一個 把那個成績函數 改個多重 OK 第二個一樣跟使用者要一個資料 那一樣判斷什麼 如果他的平均成績 大於等於本來是60 那把它改成80 輸出的話呢 成績函數 記得後面加個多重 等於A else if 有沒有跟剛剛一樣 其實做法 主要也是怎麼樣 剛剛講過啦 就是 這個怎麼樣 把它Ctrl C 把它移到這邊來 Ctrl V 加一個什麼 L 10 這樣就可以了 這邊把它改成70 這邊 改成 B OK 然後再把這個複製一下 Ctrl C 然後 Enter一下 到前面貼上 那這邊改成 60 這邊改成 C OK 所以未來 改的方法都一樣啦 反正你多做幾遍之後 以後你要做這種 比較複雜的邏輯 就完成了 那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我們就產生了 一個 兩個 制定函數了 OK 那將來你可以在 這個地方 插入函數的時候 就會出現了 OK啦 畫面先還給我一下 那這個是 VBA的第2種形式 制定函數 不過制定函數呢 它有個缺點就是說呢 它沒有辦法 像剛剛那個 我們如果比如說加入那個 資料之後 還要順便呢 修改它的顏色 那在這個 制定函數的部分 就沒有辦法辦到 它就只能 把資料 返還而已 針對的是資料 把它格式的話 恐怕就只能用 按鈕來完成 OK 這裡我想各位試試看